選戰倒數最後一個星期 第三選區的縣議員候選人林平陽 他開始進行掃街拜票 20台車對掃街造勢吸引鄉親支持 林平陽表示說最後7天衝刺 他希望鄉親給他機會 他會以專業年輕活力的服務團隊 在花齡縣營會為鄉親來服務 第三選區縣議員候選人2號林平陽 一早則是來到吉安鄉進行掃街拜票 包含縣議員張懷文的團隊 陪同林平陽 進行掃街拜票 林平陽並表示在最後的緊要關頭 希望鄉親能夠給他機會 讓他延續母親32年的服務經驗 以專業的經驗來解決 鄉親所托付的重任 今天是選戰的倒數第七天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的車隊已經出來遊行 跟我們的鄉親好朋友來請安問好 希望帶著我們的熱情 來懇請我們鄉親 在11月26號懇請大家將你神聖的一票交給林平陽 那看到張懷文就是林平陽 曾請大家支持林平陽 二號的林平陽 拜託拜託喔 花蓮縣議員第三選區登記第二號林平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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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平陽表示地方經濟發展需要鄉親給機會 讓他可以延續母親專業的服務 繼續為地方做事 11月26日 第三選區縣議員2號林平陽 他再次的懇請大家 能夠再疼惜他來為第三選區的鄉親繼續服務 記者林傑吉安鄉採訪報導 炸致 親密